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 叫做用神的一个名师 用神这个概念 其实他严格来讲 他是定义于清朝 他是被严格定义在清朝 所以清朝以后的八字 清朝以后八字 基本上都是在抓用神 一直在抓用神 我们是延续清朝以后的八字体系 可是 他就会造成一种现象 每个人都在问 我的用神是什么 我身强 我要克谢 我身弱 我要比喻 大家朗朗上口 可是 大家朗朗上口 也自以为自己懂八字 可是往往 你在帮人家批命的时候 才会发现到 像这一种东西好像不一定 好像不一定 你假如没有做一个动作的时候 你都只会永远认为是 那亚一定是我的功夫不够 那是什么动作 就是批别人八字 他就是一个批别人八字 因为你没有做实证 所以你在没有实证的情况下 你都会一直认为这一些东西都是对的 可是实际上八字的理论 有绝大多数都需要做修正 因为他不符合时代 他已经不符合时代 我简单要问 明朝的时候 女人不用算八字 看他嫁的老公就好了 现在的八字 你女人不用算八字 看你嫁的老公 是这样子看吗 当然不是 现在很多女生 他根本都不需要老公 他比男人还会赚钱 所以时代背景不一样 不能够再用以前的观念 来看现在人 所以在这个用神的一个概念 其实各位也要很清楚 以前的用神概念 透过找格局 找深强深入去判断 但是其实现在的用神概念 他已经不太一样了 现在的用神概念是针对事物 我们是针对事 针对太极点 所谓的太极点就是你要问的那一件事 我们就会区分为财官比实印 所以在五行派里面 并没有固定的用神 原因就是在这里 因为你的用神会根据你所问的 东西不一样 而有不一样的所作所为 我简单要问你吗 你问财 你问钱财跟问工作 难道会是一样的做法吗 不会一样 甚至有的时候是两个会相反过来 你说哪有可能 怎么可能 我工作好 我财运就会好 那个是你现在的想法 假如我再随便举一个例子 你要做生意 你还要工作吗 对不对 你要做生意的话 你还要工作吗 所以 当你从原来的工作 跳脱到做生意的时候 你的官就要怎样 不是重点的 甚至 他们两个是互相 有可能是互相是敌对的 一种情况 用神自然而然 对财是用神 可能对官就是祭神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说 你看了我这么多的一个八字案例里面 你会发现到 用神其实基本上没有固定 而且我们在批命的时候 是针对单一点 也就是说对他好 不一定对他好 我们人生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人生胜利处 有的时候财运很好 可是其他方面就不好 有的时候桃花好 可是其他方面就不好 有的时候 你是人际关系很好 可是其他方面就不好 总是有好有坏的 人生就是这样 他就是有好有坏 可能是他的用神 却是他的祭神 可能是他的用神 却是他的祭神 所以我们来讲五行生克里面 五行生克是同时的 有生必有克 所以你好的某一方面的时候 必然有一方面他是差的 这也是我们常常讲 舍得 有舍才有得 不要全部都要拿 古书里面来讲 他有很大的一个盲点 什么叫很大的一个盲点 你假如去看里面的所有的案例 基本上都是高官 贵人 很少一般老百姓 为什么会这样 以前的传统学的八字 我们一般都会叫他叫做高官八字学 他不是平民八字学 因为当时候受教育的程度 很少人受教育 认识字的人很少 大多数都是文盲 一般老百姓的水准很低 我是一个读书人 所以你去看这一些古代经典 作者 有刘伯温 沈孝瞻 张楠 这些全部都是近视 这个都是读书人 他们在当官之旅 他们有兴趣研究这一个 所以 他们会写书 流传下来 可是各位 他们写书 他们在批命 请问他们会批一般老百姓的八字吗 不会 所以你去看他们里面的案例 你几乎都是做官的 因为我是当官的 我当然就找做官的 这叫物以类聚 所以你在看这一些八字的时候 其实你要忘记 你要记得一件事 他在讲的是高官的一个八字 而不是一般老百姓 所以在当时候 你假如看书里面 他们都有一个倾向 就是很重官 他非常重官是 好像官好就全部都天下无敌了 因为没办法 以前是什么 市 农 工 商 他是一个阶级社会 商人最赚钱 但是最没地位 读书人最没用 他对社会没有贡献 可是他地位最高 那个穷书生 比那个有钱的商人 大家还是怎样 更受尊重 所以你会发现到 有钱的商人到最后 都会花个钱去买个官位 所以在以前的批八字 他很重视这个官 他很重视这个官 所以 时代背景不一样 现在已经没有这种阶级社会 大家都一样 谁说一定要去好公务人员 我去台积电 我去联发科 赚的钱都比你这一边还要高 而且现在人也不见得很尊重公务人员 总统都被骂得要死了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时代背景不一样 所以这一些都变成是什么 平行 他是平等的 所以市 他有官 你要从事公务人员 看官 你这一边看财 你是农的 其实基本上也是看财 做工作的 其实基本上就看官 或者是因为你要看你的工作性质 做农的财运好 那你做的 你才比较容易卖的好价钱 所以其实基本上 各位 大家所看的东西就不一样 所以在用神其实就怎样 他变得不是在像以前一样 一个笼统 本命里面取用神 根据你所要看的事物 他会有不一定的点 根据我们所要走的路线 我们去努力 我们去努力 这个就是用神的一个意义 你要金 假设你八字我们知道 我要走金 那金代表可能是印 我要加强印的能力 假如是官 我要加强官的能力 依此类推 绝对已经不是在像之前 宿命等 其实古书他都很喜欢用宿命论 其实这一些读书人 难道他不读书 他就可以考上进士吗 不可能 他也要苦读 所以他们都有付出很大的劳力 他们都有付出 绝对不是像书上所讲的 他的八字怎样怎样怎样 就可以官拜吉等 你不读书 当然没用 官拜吉等 对不对 连字都不认识要官拜吉等 所以各位 还是要回归到你该怎么做 用神就是在跟你讲说 你该怎么做 而不是去等运来 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等运 所以我很讨厌客人 客人刚开始来找我的时候 跟他讲要怎么做 他会有三分钟的热度 他做了以后 他也不是短时间有效的 可能做了一两个礼拜 他就觉得没有什么成效以后 他就变成是在等了 都已经先批完了 过来他就会问 老师我下个月会怎么样 老师我下下个月会怎么样 他开始在问这种问题 各位 这表示什么 他已经在等运了 各位 请问这一种的一个心态 他会变好吗 基本上都不会了 八字怎样 他就指怎么样 甚至我说他财运好 财运都不太会好 就好一点点而已 因为他在等运 他又开始不想做了 也就是说他的行为 他所需要的 所做的行为 他所需要的元素 他不要了 他又会做回他自己 原本来找我的时候 就衰运的那种情况 他自然而然 他做回他自己的时候 自然还是一样很衰 有运的客人 通常他会是怎么问 老师我哪里还做得不够 老师我最近又发现了一个 这个我可不可以做 这一些都是比较有运的客人 他们的行动力很强 所以这个就是在八字里面 我希望各位有的一个观念 把用神当做你努力的方向 用神是你的努力方向 你的行动方向 而不是在等时间 等你的用神 这个是不对的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希望大家下一次友谊再见 拜拜